其他的动物是动物 扔出去的第六块肉 狗又在现象 这时老虎也凑了过来 狗却表现出了强烈的固食天性 奋起攻击老虎 第七块肉还是被狗抢到 但这一次还没有幸运到头 倒口的肉被狮子偷走 狗对狮子愤怒狂吠 但狮子毫不理会 只顾吞噬 无法泄愤的狗 忽然迁怒于旁边的老虎 近乎疯狂地撕咬起无辜的老虎 整个实验过程中 人类认为本是猛兽的老虎狮子 没有表现出时常凌弱的暴力倾向 而狗表现出的野性让人惊讶 即使双方发生争斗 也是实力相当 倒是几只土狗和这些大型猛兽困养在一起 着实让人捏着一把汗 一旦产生冲突 狗将不堪一击 正当我们为狗担忧的时候 突然 一只狮子向狗发生了袭击 一声声踩叫船 另一只狮子 把他的血痕大口咬向了一条小狗的脖子 狮口的一次有力闭合 将映得着小狗一命无辜 关键时刻小狗居然开始了奋起反击 很快我们发现 狗似乎并不拒贪高大的狮子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更是令人难以置信 狗对老虎也同样是毫无畏惧 敢打敢动 我们不禁开始仔细观察 原来狗和老虎和狮子并不是真打真斗 更像是小伙伴在玩闹嬉戏 这不狗正咬着狮子的尾巴取乐呢 饲养员终于投出的第一款肉 狗和老虎一起展开奋力斟酌 但狗似乎更加灵敏 怕抢先叼到了肉 那么狗呢 天性又很活跃 很耗动 所以可能它对这些东西的兴趣更大 那么相对来讲呢 可能就像有肉块 狗会第一个去抢 那么石虎反应要稍微慢一些 老虎也参与了争抢 但眼看着肉被狗叼走了 作为森林之王的老虎会善罢甘休吗 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老虎似乎认可了牛肉的归属 尽管它也垂涎眼前的食物 但并没有使用武力 而只是失落地用爪子去碰一下得到食物的狗 第二块肉又扔了出去 依然是老虎与狗参与争抢 这一次两条狗和一只老虎前后脚到达美味的落点 一块肉三个动物共同掉在了嘴里 一番撕撤 翠中居然还是狗占着上风 它叼走了食物 现场依然没有暴力发生 它们之间似乎有某种法则 因为虎本身就是独居的 一般就是说 包括我们以前啊 这几只虎在给食物的时候也是 这个食物到一只虎的 被一只虎控制之后 其他虎不会再去争抢了 因为本身它的起性就是 护食的贴性非常强的 如果这个情况下 其他虎要来抢 这种争斗一定会出意外的 扔出去的两块肉 狮子都没有参与争抢 为了让狮子参与食业 饲养员把第三块肉 向狮子所在的位置抛过去 肉直接砸在了狮子身上 不等狮子反应过来 又是敏捷的狗 抢先把肉叼走了 可笑的是 肉被叼走之后 丛林之王狮子 居然还在原地傻找 当然偶尔也会有热鬼狮子强盗 这是扔出去的第五块肉 狗依然截足现当 没有抢到肉的狮子 开始有点不甘心了 它尾随而来 原以为狮子会从狗主夺斗 但结果却是 狮子把嘴凑上了狗嘴 似乎在祈求狗的尸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